接下来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交给韩宇来告诉我们今天的大小事 当然我按首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阿根廷球星梅西他昨天帮助球队 在世界杯的16强战中淘汰了澳洲 而路透也拍摄到梅西的妻子罗库佐 他亲自到场替老公加油 他穿着紫色的阿根廷10号球衣 在看台上露出了灿烂笑容 果然有老婆的加油很有用 因为梅西在这场比赛中 攻进世界杯生涯赛的淘汰赛的第一颗进球 其实上一届的世界杯阿根廷当时也陷入苦战 罗库佐他本来是留在家里看转播 但是看到阿根廷的战局吃紧 就立刻飞往俄罗斯给老公亲自加油 而今天在国际上的另一个焦点 就是载轨驻流长达半年的神周14 在昨天晚间8点09分的时候成功返回地球 太空人陈东 刘阳还有蔡旭哲 他们在身体情况良好的情况下 由指令长陈东来带头向大家报平安 而且他们在出舱之后也立刻受访 指令长陈东他更骄傲地表示 大陆太空站的基本构型现在已经建成 六个月忙碌而又充实的太空之旅 很有幸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建成 我们像流星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 真的是难忘天上宫阙 更念祖国家园啊 回到祖国的怀抱 很踏实 很安心 见到亲人同胞 很激动 很亲切 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当物在航太发展快速 也让中美的军事角力白热化 面对北京近年军事发展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其实在过去一周内 就已经三度的对外示警 来自北京的威胁 除了在3号的雷根国防会谈上 直指21世纪决定全球规范的 是美国而非北京 他2号在B21逆宗轰炸机的发布会上 他跟直言 这款轰炸机主要就是要 击败北京的网路 太空 还有核武威胁 尤其主要就是要因应 北京的轰-20 面对美国高调发布 中方的军事专家也直言 其实美国这么大动作 就是要振折北京 并借此取得更多的资金 做后续的研发 不过针对B21的作战能力 北京的官媒《环球时报》 也给出了肯定 报道内引述专家的分析 说B21它是延续B2的优点 包括在它的飞翼细节上 减少雷达的截面 因此它可以轻易地避开无线电 大幅地提升隐形功能 而且它的机型也比B2来得轻 来得巧 确实对北京的国防构成新的挑战 而B21它可能带来的威胁 目前解放军其实也已经在研制 下一代的轰炸机 世界两大国军事角力白热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今天接受CNN访问的时候 他也表示 只要是公平竞争的情况下 其实双方的竞争就没有对错 不过也要确保竞争 不会演变成冲突 所以他在明年初 访问北京的行程中 拜登政府也会寻求 符合美国人民利益 也符合世界各地人民利益的合作方式 我们在继续的竞争 和中国的竞争 如果它是很务力的, 當它是非常正面的, 而且我們在世界上的表現 和國際上的建立 及國際上的改變 我們看到它很強 in Europe 和在亞洲 和我們看到它有強調 保險的分析 有強調, 這就是為了他有三個時間 和 Xi Jinping在印 Innern 為了他要去中國 明年來我們討論 我們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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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主持人也针对北京近期的白纸运动 询问布林肯他的看法 布林肯表示美国是支持大陆民众进行和平抗议 而且他也会在明年的访问中 表达人权还有基本公民的自由是美国的核心 因为不论是在北京还是伊朗任何的地方 美国都支持民众以和平抗议表达看法发泄不满 美国也反对是任何的特定国家以任何形式来采取镇压 面对北京疫情之前升温的状况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在和奥斯汀同一场的雷根国防论坛上也直言 他认为北京现在面对疫情的挑战 是因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愿意接受西方的疫苗 而且他还针对北京对于白纸运动的态度是做出了批评 不过其实在白纸运动后 北京确实很明显是放宽了一些防疫的政策 根据CNN的报道 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 他一号和习近平的会谈中 习近平也首度针对疫情防控做出回应 并且暗示可能会再放松 一直以来相当严格的疫情规定 来看海恩斯他当时在论坛上针对北京疫情做出的发言 You know seeing protests and the response to it is countering you know the narrative that he likes to put forward which is that he you know China is so much more effective at government they're better at management there's sort of no chaos here we don't have these kinds of problems right 然后再来就任意小洗干 刚刚我提到的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预计12月7号要访沙古地阿拉伯 我们来带您看重点整理 Gitani与APEC峰会后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外交出击 预定12月7号抵达沙国首都利亚德 中华峰会接着在9号登场 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高度的信任 将对华关系置于沙特同世界各国关系的优先位置 沙国外长朱贝尔证实 习近平此行将聚焦于地区安全 双边投资 加强贸易伙伴关系以及能源议题 中阿将寻求达成更多经贸合作协定 包括可能签署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成员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首度将彼此视为战略性关系 并将加速洽谈以人民币计价石油 此举也可能动摇美元霸权地位 尽管美欧决定限价俄罗斯石油 由沙国及俄罗斯所领导的OPEC Plus 表明不会减产但也不会增产 此举当然引发美国不满 认为将会加速通货膨胀 实际上美沙两国关系 正陷入低潮 7月时拜登会见沙国王出沙尔曼 虽然两人愉快碰全是好 但却因抨击沙国人权问题 出访等于空手而回 当时拜登为了美国供应链无语 访问他口中的建民国家 不但遭到人权团体抨击 也没有获邀访问首都 对比碰了一鼻子灰的拜登 习近平将在沙国首都降落 阿拉伯国家作为中间地带 寻求地缘平衡是最大目标 大陆与中东国家关系更加紧密 可以预见中美角力战将延伸到新战场 记者已经报导 那再来是大陆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11月30号逝世享年96岁 12月1号宜邻北京 整个桑林是以最高规格来举行 比照中共元老邓小平 25年前逝世的安排 那江泽民的遗体呢 也原定在今天上午进行火化 那另外呢也传出了 习近平李克强 还有一些退休元老 都到了301医院的南楼小礼堂 在江泽民遗体前速立三鞠躬 慰问家属 然后呢再护送铃车前往八宝山 革命公墓来进行火化 这是我们今天收到的消息 那再来呢 大陆的神舟14号太空船的返回舱 在4号晚间已经顺利地着陆了 返回地球 三位太空人状况良好 在众所注目之下 大陆神舟14号太空船的返回舱 正往地球接近当中 请通报身体感觉情况 身体感觉良好 4号晚间8点09分 太空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顺利降落在东风着陆场 现场医护人员马上启动协助作业 将在内的太空人陈东 刘洋 以及蔡旭哲搬运出来 他们因为长久处于无重力状态 回到地球无法站立 但是纷纷向大家挥手致意 这时候居然有一位医护人员 拿出口罩 一直想办法要陈东戴上 终于逮到机会要上上去时 陈东比了一下自己的装备 意思就是这怎么戴呢 对于顺利完成任务 唯一的女太空人刘洋表示 见到亲人同胞很激动很亲切 而在返回舱回到地球的途中 在天空画下美丽的光线 并且还与陆地上的空间站绝美同框 三名太空人在太空站总共停留了六个月 想必怀念地球食物 据了解相关单位准备了面条 小米粥羊肉汤还有蔬菜水果 迎接他们 让三位太空人终于可以大饱口福 记者综合报道